XP360它的汽车配件 有这种固定方式 这是可以直接贴在上面的 还有另一种配件是这种 这个是可以反复贴在玻璃上的一个汽车支架配件 这里有一个开关 贴上之后然后这样按的话 它就开始吸附的 这样的一种配件 它是需要配合这个配件 这是铁质的很重的 很有分量 这个是塑料的 还有这样的圆扣 这样之后 它就非常紧了 这边 可以调节各种不同的角度 在锁住 是这种 是这种配件的 然后 它可以配合这个防水壳 配合这个 配合这边 然后插在这边使用 这样的话 它的头是很大的 总感觉有点 可能有掉落下来的风险的感觉 感觉不是很踏实的感觉 当然还有这样的 看这个壳子 如果我想要使用汽车配件的话 你必须得再配上这个壳子 壳子中间有这样的铁球 然后还需要这个螺丝 拧紧的螺丝 如果你只有这个小黄的话 就无法固定 要配合这个外面的塑料 固定支架吧 固定架 然后再配合 把这边固定上就行了 这样的话 它本身重量就已经非常重了 感觉不是很踏实 所以这个汽车支架 可是它比较适合 这个自行车支架 看一下 这样之后 然后这下面再固定 今天我主要是想测试 这个自行车支架 我想把它固定在自行车上面 然后去看看拍摄效果吧 可以固定在自行车上面 就这样 去固定在自行车上 哇 挺酷的啊 Let's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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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